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Kiva 之前我知道专业动力亦是就住环保建筑做过一些文卷 亦做了一些资料搜集是如何去改善我们现在的绿色建筑 亦都早前相信是我们城中的业劃 就住很多无论是高官 城中名人都涉及一些低密度的建筑 可能都涉及一些加建 很争拗地说究竟那些上盖建筑是否潜建 但背后引申了一件事就是究竟上盖加建建筑 其实它的功能是否想在环保的功能处理 所以今天就着这个议题 专业动力做了一些研究 亦都有一个共识 或者葡绍斯有没有补充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上几集都在市区那里 帮街坊解答问题 这集我们就会改变了 希望帮世界的居民或者业主 改变一下或者改善家居生活 其实我经常觉得在新界的地方 那么大地方 其实我们在多些环保设施 或者多些配套设施 给街坊或者业主 可以改善家居 其实是好事来的 但我希望这个是一个 出发在一个改善家居 和一个环保的角度去看 例如那件例子 例如希腊律 一个曬棚 你觉得是否应该对它 丁屋或者香川屋 其实他们的家居会改善很多 其实我觉得 任何这些所谓家建的设施 政府经常说是一个 適宜环保的设施 我觉得看出发点 如果出发点是为了 改善环境 而不是真的 我想买多些钱 把佔多些土地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方向 譬如我们现在看到 我自己本身都住村屋 其实天台那一层相对地 比较热一点 加了一些晒棒 和没有加晒棒 各种不同 可能天口兴的时候 差两三度 用电量 冷气费 那方面都有改变 其实但 现在我觉得面对的问题 就是 那条界在哪里 如何监控 这个就很模糊 在现时的环境 如何平衡 即是在节能和 不要被市民濫用 有机可食 所以如何去平衡 如何去规管 我想政府也要出力 因为早前也看到 香热局 新隔庆区 也都 代表了村民 亦都发表了一些意见 究竟新界其它 其它乡村的配套 和城市的发展 似乎有很大的落差 新界沒有一些優閒、娛樂設施 反之城市的發展很急速、高增進 例如一個體育館 集中在我們將軍道士中心 一個體育館也有十多億 但在新界的鄉郊也未必能提供 我想如何去平衡政府要如何落好這個盟 這方面我覺得是交給政府的決定 例如你作為一個在新界住了這麼多年的居民 有一個業主 其實你有沒有一些概念 覺得一間專屋或訂屋應該怎樣改善才合理 其實我想先聽你的意見 我自己本身我覺得其實村屋的濃度是低的 以及在市區是有優越性的 但正如阿傑先剛才說 很多配套、接觸面、人與人之間 其實整個生活風格的模式是不同的 完全是一樣的 變成我自己覺得 如何去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如何去增加一間屋裏面 不影響他人 而又可以有理於整個實性的必要性 整個大環境地球村 現在全世界在說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其實我們也說一下我們的行程 是呀 你說一下你的方案 剛剛早兩個月 我們自己和專業動力的一班工程師 即使有很多前輩一起研究過 其實我們是很初步的構思 這個圖 或者我們說一下一間屋 有不同的部份可以做到甚麼 這個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因為我住在裡面 加上他們專業的意見 他仍然做出來 譬如在最高的部份 就是天台或者外牆部份 例如可以加一些光伏板 即是很經典的東西 就是有些風力發電 小型的風力發電 其實是可以應用 很多人以為風力發電機 是要去到一個島 旁邊的山卡拉的地方才做到 但其實原來不是 因為我們專業動力 有不同的專業在裡面 有些專業研究風力 他也有些研究者說到 風力發電機 是小型的 怎樣應用在低階的建築上面 另外例如我們可以做到 一些綠化的屋頂 綠化屋頂其實是甚麼 可能對大家很新奇的一件事 待會我有另一張圖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些細節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在天台上 有一個綠色的休憩地方 即是綠化屋頂 是的 至於另外可以做一些曬棚 我們剛才經常說曬棚 怎樣才是一個合法合理的曬棚 又去做到通風 這裏我們都覺得值得深思和研究 好了去到本身建築部分 例如我們可以在建築材料上面 都可以應用一些比較環保 例如中空玻璃 例如一些隔熱磚 其實這些在外國都是很普及的 只不過在香港比較少去推行 政府亦都沒有一個政策 或其他東西去推動 我們覺得這件事 即是我們這次不是一個結論 只不過帶起一個注意 跟政府部門有一個溝通 和業界都知道 其實低密度不一定要負責去想 有一些是可以正確去改善 又例如一些環保木的外場 你隔熱各樣東西 這些其實是很簡單 而有可行的地方 去到比較低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說 怎樣去利用一些污水循環 去做周邊的環境灌溉 又例如我們可以用一些生物化分池 因為很多地方 尤其是山加拉村的地方 未必有個政府的主渠 生物化分池變成他們一個解決 怎樣去維持一個更加好的系統 的生物化分池 沒有臭味 又不會污染到一些河流 甚至乎帶一排去海裡 這些我們都會去 起碼我們有這個 然後問一下居民意見 然後每一樣東西 做一點點研究 我想一步步 一個調查 一個起碟 其實Keeven 我最欣賞你說的就是 我們在一些綠色的建築 在村屋的發展 或者低密度的發展 的屋群裏面 我們不是一定要用一個負面的想法 只是想著去加大GFA 或者建築的樓面 而是從一些環保的項目來看 可以改善到生活 最重要的是說節能 這是跟地球村大家共識的問題 是絕對相關的 早前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地區人士 一聽到說一村屋可以 enlarge 或者因為有些人 例如曬棒 兩眼八角 一高就切下去說 我已經是很 jealous 為何人家有2100呎的空間 還要去擴大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負面的看法 就應該我們大家用正面的思考 去想一下 怎樣真是環保節能 正如有些不是說 我們不要說村屋 現在香港政府也普及 譬如ECF Funding 它也有說一些陸法村屋頂 以至一些太陽能的接收 那難道那些對學校 或者一些機構的做法 又是一個負面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其實正統一點 就是將來每一頓建築物 應該幫它做一個綠色的審限 譬如它看一個評分 如果符合或者每年都可以保持得到 那我就覺得值得讓它可以寬鬆些 或者做多一些環保設施 等於那個曬棒而已 其實就是等於這張圖 譬如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真的 它是保留一個這樣的 正正式式的曬棒用途地方 那沒有理由只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覺得如果林鄭局長 說給她百分之五十 就覺得不是一個科學法的處理 不 它那個是政治的決定 並非是科學的決定 還有大家看到其實 影響並不是甚麼 對於結構在安全性上 我們當然要有些專業的API 或者RSC去看看 但是對於環境各樣東西 如果沒有影響他人的原則下 我應該是鼓勵 因為其實可能真的開少了冷氣 用少了電 是的 問題就未必是一定 我覺得這些曬棒 可能大家有些 未決定到它的規定 譬如說它是非蜜蜂的 一定是非蜜蜂的 也不是做到一些建築的空間 即加大了建築空間 我覺得這也是可考慮 我覺得每年或兩年做一次的綠色審核 如果我們通過這個審核 是得到一個高的評分的 其實應該放寬它 兼且普及 是的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鼓勵 政府的政策都有做 環保大廈、辦公室等 有卡西標的 其實一樣的情況 可否引申到一些住宅項目 我們平時比較少關注 市區比較專注的地方 給整個感覺 政府是很注重環保 很注重推動綠色力量 這是重點 我覺得如果我們接下來 其實我們專業動力 都會在某一兩間的村屋做試點 如果真的計算了一個綠色審核 例如我們全港有十多萬間村屋 成出來減碳排放的工作 可以省到多少噸碳排放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關注的問題 這兩個圖說的是屋頂 剛才Keith你亦都說過 怎樣去Green Roof 我覺得Green Roof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暫時都在住宅 或者丁屋上應用人物質太多 反而是可能你開始會 路路走走看到一些政府 建築物質 剛才剛才說 有不同的學校 或者一些青年組織 他們會做一些Green Roof 為何他們會做 以政府的支持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實際的幫助 因為當你的面積大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面積 來做一個休憩的地方 真的實在再多些綠色的地方 第二件事也是剛才說的 對於用電 或者對於溫度降溫 因為你不同的高度建築物質 其實中間可能都沒有感受到天台的熱力 如果你是三層或低密度 天台曬下來的熱力 大家不要看輕 這件事是做了永久 或者你去維持環境 你真的用少了冷氣 用少了電 我們覺得值得推崇 政府為何剛才說的支持 有綠色基金 為何不可以 甚至乎居住自己有這樣的意向 去做這些事情 你可否支持 其實這些有成本 要投資的 不是馬上回報的 但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要提供一些優惠給市民 正如如埔積斯所說 你有碳審計 或有綠色檢查 省到的潔能 你應該是有優惠 令在稅務優惠裏 其他各方面 或者 它的水用得少了 能源又用少了 你應該是獎勵 沒錯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 而且我早前也聽過 綠色屁股 除了它節省 剛才你說的兩三度 有些只是說 在炎月的夏天 六度至七度的不同 都會有機會 即是它曬得緊要 有些可能只是噴灑水 即是你看看你的性質 有時可能中間有更加多 有些可能會有水系統 不過那些造價可能更貴 對 看視乎情況 有些比較貴的豪宅 他們自己能做得起 可能他們會做這件事 但對於我們說的 只不過是一個概念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是否值得推送 是否值得支持 如果政府覺得值得支持 我們都會支持 不過在這裏 相信很多網友都會看到 有興趣的話 請教Keef 這些成本大概要多少錢 如果說700呎 一個65.03平方米 一個村屋頂部 或者低密度的屋宇 如果要做這個 一個綠色屋頂部 要大概 我想都要十二三萬 十二三萬 即是說屋頂部 當然你也有一些維修的費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第一時間 支付到你的冷氣費 大家都知道 環保這個是一個長久的 長久戰 即是你需要投資助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支付 對於整個環境 但其實現在政府正在做這件事 例如個人來說 其實我在幫中小學 其實正在做綠色的天台 反而環保署是全力支持 以及那些費用 基本上由他們承擔了 所以現在做得好的話 我覺得應該特推在鄉村屋頂上高 到時可能把部分的費用 由政府可以承擔 或者在警察可以減免 變成將十二三萬的費用 可能減一半 或者三分之二 其實就等於每一個人 每一間屋都可以做到 其實你在屋頂上高 做一些草棚或者草地 其實你自己在住 也可以上心樂事 走走再欣賞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很特色 不過我們專業動力也有關注 很多居民可能都會擔心 究竟那個去水 或者會不會有些 將來保養或困難 Keef可否補充一下 我覺得其實 開始都幾成熟 這些技術 你看到政府 我看到ASD 建築署那邊 甚至乎是在外場都可以應用到 在一些掛件都可以做到 如果我們在一個平面上 當然你要找一些合資格 他們有工程經驗的承辦商去處理 我相信這個相對簡單的建築結構 應該問題不是很大 技術應該可以解決到 這方面的技術 在日本已經很成熟 最近聽回來 譬如那套屋頂綠色的種植方法 其實你不需要淋水 你知道初初第一年 你擺水下去之後 自己自行調節 用雨水都可以補充得到 不想自己每個星期 每個月去淋水 因為如果你面積越大 請一個工人 想每個星期每個月去淋水 其實就太花費了 因為對於地鐵來說 其實地鐵對這個系統 是很有興趣的 如果等一下要說到儲水的效果 譬如收窄雨水之後 我們循環再用 讓我們的另一位朋友 Paul Lam也有補充 好 這部分是Green Roof 其實都視乎 樓面面積有多大型的層面 對 還有有些是用自動灑水系統 就是補充剛才阿寶姊說的問題 他本身都可以 自己可以養著 對於用家其實沒有大影響 只要你的設計比較做得完 沒錯 對 我明白 這個就是在綠化方面的天台 另外 其實我今天自己出席了一個碳審計 還有包括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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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三條跑道的一個研討會 很多講者都在關注我們全球暖化的問題 對 特別剛才你說的綠化屋頂 其實香港做得少 對 即是你在飛機看下來 其實我們很可以吃屎 其實我很驚訝 因為 吃屎森林 我們這麼地小人多 這麼寸金尺桌 綠色又是一個大潮流的世界 為何不爭取這些僅有的天台面積去做這件事 應該是盡量利用 比起其他歐美國 對 人家四維都是不需要 但為何我們沒有 某程度上 政府的推動 是少 就是欠缺 所以這就是我們想 分析這件事 其實政府在資助方面 因為其實 減低我們整個月島效應 其實是對我們的空氣質素 對於我們周邊的環境 譬如減少碳排放 因為你越多綠色的東西 你會吸回碳的排放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政府做這麼多一些工作 其實在資助方面 往往都是淪色 問題就是 譬如你ECR Funding 是會多數資助在一些公共的地方 譬如你一棟大廈的 譬如大堂 或者一些公共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一個比例 你可以或者一個 譬如說在差養地租 或者你在稅務優惠那裡 就是大家 其實應該真的要有一些 掌賞的計劃 才會推動到 因為如果你說 貿貿然說投資 現在不是說單一一個問題 譬如單一的問題 其實因為是Integrated 綜合了幾樣項目 都可以放在綠色建築裏面 所以如果你說整體 可能我相信 當然我是支持 大概都要整個建築費 會增加 你可能預留一個百分比 百分比 去到二、三十個百分比 其實好似乎你可以應用到多少 因為其實我個人經驗 覺得你有很多密度 雖然低 但都很近 可能都是握手的 那些未必可以長身 可以做到那麼多 或者玻璃那麼多 就看了每個個案 但我個人經驗 如果遇到百分之十的百分比 用來有這個 綠色的項目 其實都足夠 真的做到一個很明顯的效果 我覺得做完通過一個綠色審核之後 如果達到某個指標 或者去到一個優質的情形 其實它變成很多配造師 應該就可以更加靈活 更加寬鬆 或者得到政府的資助更加多些 這樣便是合理的 其實因為Jacky 我也想問一下你 我自己也聽很多業界說 一個AP 即是綠色的AP 其實這件事 根本上已經 國際上很關注 綠色的檢查 其實有什麼範疇可以給它呢 例如怎麼看 我這個建築是綠色的 有沒有一些概念 我們其實可以推薦給政府 我覺得就是這樣看 首先這個建築物 它可以自己本身產生的能源 譬如通過一些小型的風車 或者一些發電板 變成不需要利用公家的電 即是Celsus 是的 引入已經少了 另外 本身的能源排放 如果我們減得最少 或者那些污染 減得最少 或碳排水減少 另一方面也可以計算 所以其實最成功 就是應該是 Zero Energy 沒有入也沒有出 OK 現在在美國來說 這個是最新潮流 現在做到的話 應該可以取得金獎 其實聽你這樣說 都很實在 很容易可以取得一些計畫 其實政府去有一個檢查 去推出這個機制 並不是一個很空返的東西 很難的 其實大家記得 根本我們現在在西九 那裏 Norman Foster 贏的獎 其中一 他就說是 Zero Energy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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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排放 我們追回台灣 你減少廢物排放 或者 石油消息減得越低 其實對我們整體的能源效益 或者回收那方面 可以改善到 其實我想 Green Building 實際我們都要考慮一些地方儲存 一些 譬如說 剛才剛才說 尋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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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要有些地方去收集 我們剛才也說過 我們有專家 專門說儲水系統 怎樣可以把我們一些 天然的雨水收集好 然後可以來做六花 我們的天台 我們找Paul 我們的工程師 Paul 來 遲你 不要緊 你等著你 把這個題目 跟我們的網友分享 是的 好了 不好意思 今天遲了一點 剛才我想都很動聽 就是前半部分 我接著落 剛才我也知道 是在說天台的 綠化 那個草 或者是植物的容處 另外它那個水 如果 譬如 我們收集了雨水 尤其天台 其實會有一些渠 就會收集雨水 其實一般情況 就會排出污水井 流出大海 如果我們運用環保這個意識 其實我們可以是用一個 太陽能的紫外燈 然後就做一個儲水光 將雨水收集到儲水光 而經過這個太陽能 推動的紫外光燈去消毒 去殺死這些細菌 例如是大腸鋼菌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用一個泵 而泵 水泵 也可以用太陽能發電 而將消毒的雨水 再推回到天台 那個綠色的花圃 用回淋花 也是 如果有剩的水 淋完花 可能有剩的水 就排回那個雨水收集渠 然後又下去 我們那個 雨水收集的系統 再消毒 再循環再用 這個是很值得去參考的 因為在現在的環保處 其實在很多的公共海灘 亦都是用這個太陽能 發動的紫外光燈 去將那些污水或者海水 抽回那個收集缸 那經過紫外光燈 而再去消毒 令到那個海水或者排入海的污水 得到一個比較環保一點的處理方法 而可以減少到大腸乾均 而它得出來的效果也不差 我們就是 在現在很多的環保處的工程下面 我們也有些數據 不錯的效果 尤其是大腸乾均 是會減少到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對 都會影響 是影響的數字 對 明白 Paul 其實你剛才說 這個雨水收集 就是用太陽能的紫外光 其實這個尺寸 通常會是比較 有沒有一些規定 要限在哪些儲水光的數量 因為我自己在日出康城 它也有一個叫做Gray Water Plant 一個大型的滾動機器 安裝在我們的康城 就是它只是在整個發展裏面 它也是收集其他的雨水 或者一些家用洗手盆的水 這些水它是要用一些化學物 或者一些消毒品去做消毒 是 但是如果去到水的量是多少 才可不可以 都可以應用到你們那種太陽能的燈 但是我們現在要用一些消毒品 明白 因為始終在太陽能的收集板 如果我們太大量的水 需要消毒 我們需要比較多的能源 而太陽能的需要的面積就會很大 譬如方小姐剛才所說 日出康城那個很大的Gray Tank 可能它是一千戶家庭的污水 幾千戶 對 幾千戶 對 如果你用一個太陽能 去發動紫外光燈 或者發動泵去做這個循環 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投資 還有需要用的地方很大量 你才可以放到這麼大的太陽能 收集板在這裏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是純粹是淋花 因為淋花需要用的水量 就不需要太多 尤其現在菩師剛才所說 現在日本的技術已經很好 可能是少量的水 它自己已經是植物 或者泥土已經是一個吸收的作用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適合一個小型的投資 例如一個村屋一個單位裏面的業主 去作為一個環保的項目去做 那裏面的價值不會太大 但是效果也可以做到 是的 其實剛才我也想問一下 如果大致一些低密度或者村屋 它建造的面積 就是體積要多大 才可以足夠去供應 例如一間村屋的一些綠化範圍 其次就是它的造價成本 那藥物要多少呢 以我的經驗 以這個環保署 它簡直是收集在山流下來的水 其實缸不需要太大的 是一米深 乘一米乘一米 即是大約一個立方米的容量已經可以 因為那個紫外光燈 其實最重要的作用是 水是不停地流的 它是流過紫外光燈 是的 接著就是用泵 就泵回上去用 那麼其實呢 還可以做多一件事 就是用那個時間 是的 當你覺得 你那種植物可能是 10個小時 或者是要24個小時 淋一次水 那你就關掉時間 是的 那個時間 24個小時它就會鑿一次 那麼我們看看 它的流量 我們可以計算到的 譬如它的流量是 3個星 譬如是1小時 我們就去設置泵的力量 那麼 泵回上去的流量 它就會停 哦 我們可以設置 平時就可以不動 如果不動 如果雨水不停地下大雨怎麼辦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出口 是的 出口也是一個活門 當你不用泵的時候 活門打開 便會流出一般的沙井 是的 做一般的污水處理 是的 是的 這樣這個就是 第一是適合 第二就不會說 泵是不停的 不停地走的 是的 明白 那Paul 大概 一個立方米的水箱 應該都挺經濟的 是的 可能一些纖維缸 都可以處理到 都可以的 是的 其實那個尺寸 可能一些網友都知道 通常村屋 現在我們那些法例 就是沖刺水箱 或者儲水水缸 都是大概一立方米 變成都很經濟實惠 甚至乎它現在說 在地下 你可能可以佔得關 根本上 都佔用了一定方 可以設計上配合 其實都挺彈性的 是的 其實說到尾 我們覺得這些環保同適宜設施 對於一個屋的建造成本 不是真的我們想的那麼大 而又可以推動到的 其實我們專員奉力 都做了一個問卷 就如剛才我們說的想法 是的 我們或者也說說 其實我們很初步做了一個 百多個居民 其實我們特意 首次就不找村屋的居民 我們就找了一些 住在一般屋苑的居民 比較中立一點 是的 比較中立一點 他們不是手裝 但回來的效果也不錯 譬如他們覺得環保 環保屋的應用 是否需要極力支持 基本上一半 72個人 我們做了146個民權初步 72個人已經極力支持 然後我們剛才說很多不同類型 例如光伏板 風力發電 綠色屋頂 掛件 熱泵 甚至阿波剛才提到的 循環再造 循環再用水 那些系統 基本上我看不到有反對 支持的是 超過八成的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未必應用到 但原來一般市民 普羅大眾都很想 地球更乾淨 暖潤更少 還有一樣 我覺得我們這個想法挺好的 因為剛才說 外國的政府或地區都很支持環保建築 但在香港我們不覺得政府支持 有甚麼推動力去做呢 我們提出了幾件事 譬如猜響的減免 地租的減免 或者稅務補助 甚至乎有一些技術的豁免 豪衛技術的豁免 譬如我們經常說 潛艦是一個潛艇物 我們就要有政府的部門看過 那是一個環保適宜的設施 就變成不是一個潛艇物 這些是我們想去推動的東西 我覺得有規範 就不是亂起 而且在起之前 是有一個green assessment之後 政府應該將那些政策簡化去 這件事我們就從這個問卷 其實不是我們去建議甚麼 不如是從這個問卷去看到 八至九成有一些適宜的方案 市民都是廣為接納的 我覺得政府應該都要多聽一下這個方法 是的 除了剛才說稅務寬免之外 其實接下來有甚麼相關的機構 我們要跟他們多些接觸 或者其實我們之前也跟他們有參與過 是的 我想環保組織 我們也要去聽他們的意見 因為我們始終 雖然是專業重力 但綠色方面都是經驗上展 我們自己可以想想 譬如我們西貢很多環保會 那些也可以跟他們交流一下 另一方面我覺得鄉議局 其實也很想跟他們交流 是的 因為看到他們也很捍衛我們這些建設 是的 但是我們要說一些項目 是真的對於整個社會 有一些影響 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是的 我們可以跟他們去交流一下 最重要的我覺得跟政府各部門 我們不是說要去一刀切 說這個曬鵬是合法的合理的 但是是否有得商量一下 看看這個剛才菩織那些綠色檢查 是否可以推動呢 在推動的時候可能很多問題 很多爭吐已經解決了社會更加和諧 因爲大家都清楚這件事目的是什麽 是吧 我想不是單止現在我們大家說 為自己省河包節能 而是早前我們考量要做這個綠色建築之前 其實剛剛也正值我們日本核電的問題 看到很多時候整個世界有些再造的能源 其實是出現了一個問題 是的 如果我們再不節省一點錢 即是不怎樣接能 下一代真的出現問題 所以我反而看到很多政策局 可能他都會很擔心外界的壓力 但是如果是潮處肯環保節能這個角度 去肯多想的 我相信市民不是用這個角度去看 是的 我們做過問卷的目的都是這樣 即是我們看到他們的方向支持 不需要有什麽利益存在在裏面 或者可以再走多一步 可以跟他們的關係 譬如我們可否用廢物存盤再用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堆塵區的垃圾 都是建築廢料 我們有否將建築廢料循環再用回建築物料 特別在丁屋裏面 因為阿菩薩剛才提到的 其實我們除了跟鄉議局 或者其他政府組織之外 可以跟一些環保回收商 去研究他們有沒有這樣的環保磚 譬如環保的 我聽過有些用輪胎去做一些建築材料 那些我相信造格方面可能有幫助 對於業主 另一方面 真的是快物利用 減少一些垃圾 世界地球 其實早前 Keef你說的環保專 政府已經採納了 去年10月正式採納了 如果有本土的玻璃瓶回收 就會優先在招標的規格裏面 如果有這個成分 就會優先在招標的規格裏面考慮 除了政府之外 等同在我們私人的樓宇建築 其實都可以引入這個情況 假設他肯用多一些環保回收的物料 做建築物料 減稅加分 沒有理由經常送回大陸 應該留在香港再傳媒再用 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 但是我們 剛才聽你這樣說 政府也有想法 但他可能不認識到這個受眾 我們今次做的可能 因為剛好這一輪 我們很多焦點在小型屋遇上 我們覺得這個是值得去深究的議題 我覺得阿Keef說了很多次是概念 但其實我覺得也不是概念 其實我們 因為這個都推了接近半年 我覺得這個方向 其實政府是收到的 收到的聲音 不過他們都是觀望多於落實一些政策 所以就要我們推動 所以要快些推動 好像我昨天也聽到 在新聞報道 陳英龍博士 即是環保局的助理處長 他就說看到一些回收箱 亦都有些非英貿易的團體 他們就自發性地 哪裏就收些膠瓶 哪裏就收些玻璃瓶 收收起來 可能譬如那些膠瓶 就給一些低技術的工人 清洗完之後就打碎了它 但是可以在我們本土做一些膠素質的物料製成品 就差不多不夠1% 可以在香港循環再用 其他九成九都運送上去國內 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去做一些回收的物料 所以我覺得剛才我們說的建築物料 如果真的可以在本土應用 我們10萬個家都應該要加支持 而陳英龍博士也說 我們肯支持這些NGO去推動 你支持NGO 不如再支持一些個體戶 或者小業主 是呀 因為你要求大法治生做 可能比較需要時間去說服他們 但是香草屋或丁屋是小業主 他自己可以決定用甚麼存足材料 如果是環保或循環再用幾種材料 而得到政府鼓勵的 可能假面猜鄉的 當然樂樂樂要用 不過我想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那些建築物品 其實政府是應該要有標籤制度 否則很困難去定位 譬如好像冷氣機 現在我們很多電器 都有節能的環保設標籤 但是建築物料 正如剛才我們專業動力的方向 如果它有本土回收的成份 或者環保的成份 就應該要有標籤 讓業界好識別 是呀 對的 就是令到社會的垃圾 或者廢物資源可以再用 從而減少了對田區的壓力 社會亦更加善用的能源 或者資源 政府再沒有藉口 入春木地清水灣 是呀 明天我見餘龍處處長也要跟他說 因為你看到 其實我想很多香港市民都很關注 你為何要帶一個綠色建築 就是因為想空氣好些 即是你碳排放得多 你的懸浮粒子 那些空氣污染 又現在是光什麼 光什麼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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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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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了之後 有一種網 令到空氣 對 其實實質真的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我們整個 不要說到 我們現在先做自己本分 即地球都不要說那麼大 先做我們自己香港本分 如果在節能環保加強些 特別我們香港人都幾關注建築物 你不說舊 新的更加要加入這個元素 其實好像業界也有很關注 以及學會 是嗎 Jackie 是呀 我覺得其實 如果整個學會業界 根本就很希望可以推動一個綠色的建築 但問題就是希望政府有一個政策 可以去鼓勵 所以應該說一個綠色的審核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我們將來知道哪個建築物或哪個組群 它的效益是達到某個標準的話 所以這業界得到回來的成果 是由人來承認 就不像自己單打獨就那麼慘 然後我們坐飛機回來香港 一旦飛下來看看 所有的天頂 天台頂都是綠色的 挺開心的 是呀 是呀 通常你去旅行就是去搭飛機 是呀 很少你回香港拍的 除了是夜景 是沒有得拍的 夜景就是日景 是呀 日景似乎都沒有普及 我覺得如果綠色建築 都可能要涉及他們的水喉館 都要重新組合過 因為很多時候在天台頂 都我們自己在地區 面對想推動這些綠色建築的組群 包括在天台頂做綠化 是 其實很容易面對 就是有些水喉 或者一些網絡的 可能IG的網絡的東西 是阻礙著喉管的 其實這方面會需要 在設計的預留 或者在甚麼位置可以去 去調放 令到他的工作可以更加順利 其實現在天台很多時候 如果是公貿大廈 或者商業大廈 就會有很多大型的冷氣 冷卻水系統 是的 但是一般私人住宅 其實就不會太多水喉 會在天面出現 因為主要是水光 然後有一條供應水的水管 沿著外牆 去派發給每一個單位用 其實私人住宅上的天台 不是太多水喉 反而可能會有少少的衛星天線 因為現在太多收閉電視台 或者是一些衛星台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在某一個角落 譬如我們在設計 或者在設計的項目 我們已經想到 如果是需要放綠色的花 或者草在天台上 我們在設計的項目 就已經想到擺放 其實這個也不會構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在私人的大廈的天台 反而在剛才我所說 商業或者公貿 因為他們的冷氣需求非常大 尤其是有商場 或者是酒店式的旁間 那些客戶可能是24小時會開冷氣 因為他們租了一個屋 可能在度假或者是來享受 而引致大廈的冷氣 很多時候都會用中央冷氣 就會有些冷氣 很大型冷氣的冷氣 就是一個天台 也有很大的冷卻水管 令整個冷卻系統可以運作 這個可能要花點心思去想 明白 不過反之如果在公貿大廈 或者一些商業的元素 亦都可以應用你那個雨水收集 因為它下面可能 譬如你當酒店 周邊一定有很多 綠化的草地 或者花園 我想原來的設施 可能它都需要這些水利 以致幫到它那個節能 或者它們不需要每一個天台 因為剛才Bestine所說 可能它是有一個空間 我們可以在空間做這個錄法 不用每一個最頂層去做 因為它們的空間和規劃 給私人住宅應該會大一點 明白 多謝Paul 其實還有一張照片 Kiva你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是環保建築物料 其實想帶出玻璃的方便 譬如現在可能村屋 大家看到很傳統 有些新型的設計 比較用多一點玻璃 很多時用多玻璃 傳統來說就會變得更加熱 又反對 剛才跟我們說節能有些對立 但其實這東西是有其他方式可以補足的 例如用一些中空隔熱的玻璃 其實都很普及 它變成它打進來 中間已經是降了溫度 或者有些已經折射了 有些補充的塗料 其實我想帶出的建築設計 你可以創新 但你可以用其他東西去補足 玻璃上 這種物料上的物質 例如圖裏面 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屬於環保磚 其中一類 那些隔熱磚 如果用不到廢物循環再用 就應該要稅務補貼 這裏就有些隔熱玻璃 甚至乎簡單到有些塗料 即它已經有隔熱的效果 可能真的是一桶油 那這些有沒有人去想要是否做 即這個可能我們有這個標籤制度 那些桶油是有更加隔熱的效果 在那個報回政府 我們已經有一個標籤 我覺得材料上也可以是一個考慮 其實Keef是專家 給了一些意見 用家 其實市場是很多人都在用這類東西 但你說是否很普及 個別就真的 可能都用一些比較傳統的 但如果你怎樣令到一個承建商 它真的會低起心肝 可以花多些時間 你知道時間是金錢 它買不到這些物料 或者在業主當它一計劃想做建築 或者建一個小屋的時候 其實它的資源如果能夠 譬如環保署統一到一些資訊 或者一些標籤制度 它才會低起心肝 如果不然貿貿然說 哎呀都是用一些傳統的東西 尋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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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尺 那本書仔剛才 也沒有遲過這些東西 你那本書仔說 譬如在建築1.2.1 要追回這個世界潮流 對 我覺得始終是做事 同意的 蒲姬看綠色的建築群 不是單止我們現時正在用的村屋 可否是從未建築之前 已經有一些方向 譬如說好像瑞典的房子 座向也迎接了一些風向 當然 其實這是中國的古老哲學 房子一定要坐北向南 你才可以把東西的陽光 可以用到最盡 把每一間房子的陽光 通過你的窗門 可以滲入到房子裏 不用開那麼多燈 又不用開那麼多冷氣 還有樓底一定要高 最慘就是這樣 我們超過某個高度之後 屋宇署會當我們兩層 所以如果我們把房子 起到三、四米以上高 我們就可能 無端端被人當作兩層建築物 但明白 如果你的房子可以變成三、四米高 你樓底高自然有一個溫度調整 所以這些其實是我們古老 起下來的哲學 所以這些一定要跟政府說 如果我們要搞一個環保的設計 跟屋宇署本身的建築條例 很多人一定要把它重新整合過 所以我一定要通過一個綠色的審核 告訴他 我通過一個設計 在一個完整整體的設計之後 才達到某個優質的標準 我所有設計一定要有靈活性和彈性 你不可以隨便走我去設計一件事 規範是要的 但應該保留一些彈性 對 有些工具 剛才聽到 例如屋宇的樓底 樓底高低已經可以令到空氣流通 以至令到可以幫助到節能的功效 似乎我覺得不只是地政署要改條例 不只是屋宇署要簡化一些程序 或者落實到一些規管的方式 或者一些建議 綠色適宜建築的方案 甚至到發展局 都要在一些政策上大力支援 否則都是 光譚 是 只是說 因為在美國 環保認證 推行得已經非常成熟 它的名單 其實它有一個 級別 就證明你真是 Silo Energy 其實它是給你一個最高的推送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可以引入這些制度 證明你家庭是Silo Energy的界別 其實政府應該大力的政策 或者是財政上 或者是技術上支援你 我想舉個例子 扶職好像我們駕駛者 你沒有什麼交通意外 No claim bonus NCB 因為60你買電梳也便宜一點 同一道理就是 把綠色能源的炭核數 或者炭審計做好之後 政府應該考慮 怎樣去鼓勵市民去 有獎有罰 是的 建築成本 現在你買一個環保車 你也有稅務優惠 建一個環保屋 沒有樓沒有 是的 是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將來 在小型屋宇的時候 絕對是可以思考的事情 明白 在科學的角度去做好一些 實質的建議 希望政府這些 我們這麼多專業的朋友 和代表出謀獻策 希望大家都聽到 香港真的不能在耳代弊 不能夠等的 其實很多大的電廠 或者他們現在都在想 有些分階段電費收費 OK 其實對香港 接下來有些 怎樣去重新 再重組一下 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 或者一些怎樣 在一些小生活裏面的智能 都是真的 這就是很諷刺的 所以下一集 可能我們更加要講這個問題 如果我自己製造太陽能板 我自己製造小型風車 自己發電 那是政策 或者政府容不容去 如果家家戶都不用 那些大電廠的電 那大電廠又怎樣生存呢 這些是我們需要更加要思考的事情 沒錯 其實今集的時間我們接近 我想聽一下 埔積或者Paul 你有甚麼忠告可以給予我們網友 其實我們主要動力 都很提倡 或者我們那個 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再去 關注一下我們身邊的社會 或者我們那個 大自然 或者氣候的變化 其實我們下一代 其實真的 都幾 不是那麼樂觀的 我們那個生活質素 是 我覺得 趁我們香港或者 東南亞 或者我們祖國 都有能力 現在我們的經濟 科技 其實我們應該是 大力去支持的 應該是有一個比較 完善 或者是比較 一個不錯的基礎 我們應該是大力推動環保的 很同意 葡職 也要說我們在樓宇維修篇 今集是專題講環保建築 你真是業界的 喬楚 你快點呼籲 我們政府應該怎麼做 我們希望這樣 我們首先把我們的意見 盡快集中出來 然後可能通過不同的機構 譬如像香義那樣 我們將這些新界建築的新概念 或新思維 給法治局 讓我們重新再想 希望它不要再是一刀切 或者是很政治性去決定一件事 譬如你當一個曬棒 為何是百分之五十 不是百分之四十 不是百分之六十 變成一個科學法的根據 去決定 就不是純粹一個政治性的妥協 明白 Keef 你是主角 說這個環保村屋 我作為自己一個用家 一個原居民 我自己覺得很值得推行 為甚麼 因為剛才Paul說 環境自然是大家的 我們去做一件事 去利益社會一個世界 是應該值得去鼓勵和支持 政府不應該和一些政黨 或者其他人 是為了一些政治的議題去爭拗 而是發覺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民生 或者一些很分別的基本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 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們會支持下去 好 我們理性的討論 亦都提出一些實質的建議 我們剛才亦都說 我們有這個環保建築問卷的調查 我們亦都擺放上了我們的網站 希望大家有時間 都和我們做了這個問卷 令到我們今次的 多些數據 對 多些數據 反映我們所有市民如何看 這集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集我們再和大家 再繼續講留意維修篇 對 那個就是能源 好 我們希望能源方面更加深密討論一下 好的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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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